今天我射凱哥跟大家聊一下最新香港、大陸、海峽兩岸的情況 最熱門就是今天剛剛我們香港特首李家超 在今天下午28日下午香港時間 他公佈了香港的防疫政策基本上全部撤了 就是那些過海關、驗核酸、大廈的業檢測廢除 限聚令又廢除 但是限罩令,口罩依然要戴 口罩依然要戴,保留著這件事 其他基本上都廢了,沒事的 都是希望刺激食股的經濟 即是快要做冬,那時候還有什麼禁令 做冬的家人可能食肆跟他反映 就說生意都沒有好自前幾年 即是疫情之前,沒有辦法回復到 即是可能只剩下五、六成甚至都沒有 如果見是這樣,我們在酒店、酒樓那些 打點花費出去鬆了這一刻先 希望食肆行業就翻身翻身 那行不行呢?應該OK的 即是大家,即是我幾年 即是一家大小好 即是那些什麼無聊的疫情政策 即是大家都想一家人開開心心循璇正經 很辛苦的渡過你三年 那大家要慶祝一下 那預計呢,今年的酒樓那個連夜飯 即是現在下來的那一陣一定是連夜飯 或者新年,即是新年大家 新歷新年 大家Happy New Year 大家都要嘴嘴 即是找個政府出來 出來Happy一下瘋一下,喝一下酒 喝一下酒 還有這些對酒吧啊 健身行業都全部解禁了 就是,服上除了口罩那裡 那口罩要不要戴呢?正如 如果大家有留意這個節目的話 基本上呢,我說 你當你1月8號 大陸完全解除了那個防疫禁令 給那些人可以來香港的時候 那時候反而要戴的口罩 還要是更漂亮的口罩 那什麼原因呢?大家來聽聽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的了 那現在香港的情況啊 對飲食業是好事 是一個好消息 那我也都希望呢 就是,捱過了那麼多年 捱過了那麼多年 就是很多酒樓食肆 大家見到一些老字號 我老婆都頂不住了 要收拾了 那希望,就 這個年家 團連,開年飯 春冥 那些年家 接下來這幾層呢 就是可以彌補回去 過去這兩三年來的那種 因為風控之下的那種損失 希望啦 就是有些還捱到的 那那個業主呢 就是希望大發慈悲 就是不要 就是,大家都辛苦 就不要說,生意好了 就馬上不拿來加租 就是希望啦 那這個第一個 那對旅遊有沒有幫助呢? 其實,我想說一些 說一些 當大陸一話開關 沉迷了一條新聞 我是輕輕的 那些什麼中港旅遊巴司機 第一件事劈出來說 我們要馬上維修一下車 怎麼保養一下車 現在我們人手不夠啊 又要馬上召回人 要是有些轉了行的 年輕司機 那就是希望政府補助 其實說到最後 這五個字才最重要 希望政府補助 如果連旅遊巴都要補助 香港各項各頁都要補助 誰不受影響 就不只是你們 這幫人 不要一天到黑 想完拗政府錢啦 好老實說 你如果就是過去這幾年 就是你都會說旅遊巴 你已經停下來了 沒什麼被違 你都要接了一間公司 那些員工都暗了 你給不給避避散費 大家心裡有數啦 是不是? 真的 就是香港很多做生意的人就 尤其是旅遊那一幫 就是我不客氣說一句 很多做大陸的旅行團那些 都是香港旅遊界的老鼠 因為這幫人呢 只會騙自己人而已 騙大陸人而已 你說 老實說那些高質的旅客啊 歐美的日本那些旅客 你根本不可能跟到這些團 人家也理你 你都不理你 什麼? 什麼? 你好像豬仔那樣 你拉去一個什麼地點 賣一些什麼假藥 假收袋啊 這樣 就作你一萬幾千這樣 不可能 不可能 即是歐美 日本那些遊客 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再 你這樣去玩這些 那大陸不同 因為農村地方多 農村的新發採更多 農村的新發採有錢人 又不知道訂的那些更多 那這幫人 很老實說 在自由行開放之後 這十幾二十年 真的賺不少賺不少 是這三年你叫救命而已 那你獲利也要回套啦 剛剛啊 股市那時候 你好驚的那時候 請問你是不是交雙倍稅呢 不是的嘛 即是 所以我對這幫人說 這些什麼 中港巴 兩地巴要政府津貼啊 怎樣也問那些 我是完全 完全不應貴 完全不認同的 其實你說要政府幫忙的 就應該 即是封城那一刻開始 你應該馬上跟政府說 希望政府撥一塊地出來 讓他們擠一些旅遊巴 來渡過這個難關 那裡你政府可以免費給他泊車 即是你停下車 你基本的日常的保養 你差不多一個星期 就回來踏一踏車啊 踏兩地油啊 這樣 讓他們的機器 因為車的東西 理論上每天要踏一踏 要走一走一輛車 你停的太久不走 那輛車是死火的 就很麻煩的 有些嚴重要拆光啊 來洗 洗氣光 你才能穿回 所以要定時 要走一輛車 一定要穿一輛車 那麼 這幾年你的車 哇生了草 即是肯定一件事 你自己也沒有好保養你的車 你不要一開口說 保養要錢 不用錢 你踏一輛車要多少錢啊 是不是 你是個老闆 你可以炒光那些人 你不是押剪草機 在巴士發霉那裡 如果有些野草 你就 砍掉那些草 不用這輛車那麼傷啊 對不對 即是甚至 你可以用膠袋 膠紙封一輛車的 你有沒有做過這幾年 沒有啦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即是 我經常說 你不要動一點就求政府 即是有些我真的要幫的 低下階層我真的要幫 但是中港的旅遊 包括那些行業 或者中港的旅遊業者的話 我不好意思 我對他們真的有一點偏見 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做這些事情 我在旁邊看到我不出聲 但現在當然在這個節目裡我會說 即是這幫人呢 在好境的時候呢 就賺不少些冤枉錢的 他在騙大陸同胞而已 賣很多 即是很便宜的那些東西 炒貴了天價 這樣去騙大陸遊客 禁人的水域 這些我非常不恥 那對藥房的生意有沒有影響 相當好生意 所以一早就接了他的藥房 給李家超 說他生意好那些即將倒閉 那些就扔了 扔到嘶嘶聲 就是藥房 我相信一個禮拜前呢 已經馬上收起了那些什麼 退銷藥啊 批凌朵那些東西 是不是呢 即是 政府有沒有做了一件事 就監控市場 會不會全職居期 老實講 你說今時今日 你藥房 譬如我做藥房有什麼辦法 我一定收起那些 止痛藥啊 止咳水 賣光了 怎麼怎麼 不過四人仔如果你想要 前面呢 街口見不見到 長髮這個姑娘啊 她叫Lucy啊 你找她啊 好像有些貨 前一陣子入了很多 那你就走去Lucy 啊Lucy 有沒有什麼止咳藥水啊 退銷藥啊 有的啊 一排一千元啊 一瓶五百元啊 一瓶五百元啊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沒有 是不是呢 她下來了 喂 當你在大陸 沒有藥這麼誇張 十四億人民的國家 生產退銷藥最多的國家 竟然是沒有退銷藥的 那你都要賣的 是不是呢 她預了這筆錢 那出什麼事 政府來查的話 喂 我推了一干二十 你那個Lucy小姐 在門口啊 那些大嬸來啊 她經常走來 我這客人來 我跟她不熟 也沒有生意的關係 唉這些想法 多得事啊 這個Lucy小姐 在外面賣了藥 賺了多少錢啊 有客人回來 跟她約定 她對回數而已 沒什麼 你這些想不到新的 一定想不到新的 對不對 所以說 今天她公佈這個什麼 解除這個禁令 跟她一樣呢 我覺得真是 我嚇了一跳 什麼呢 她說 不需要入境的旅客 所有的入境的旅客 連機場的入境的旅客 都不需要做這個PCR檢測 不需要留備 不需要留備 那就是說明什麼呢 因為在大陸下來香港的 你除了搭火車啊 京羅湖 你還可以飛機下來的嘛 上海、北京 飛香港機場下來的嘛 好了 如果在機場 大陸遊客你要留備的 這樣 綠路你又不了備的 那是不公平的 所以根據這個政府 用一個政治方式去考慮 全部不用了 就是外國入境的旅客 都不用PCR啊 怎麼知道 那問題在哪裡呢 大家知道大陸現在發生什麼事 大家知道 你不驗PCR的 而這隻這樣的Omicron也好 疑似下呼吸度感染的 那隻好像是Delta病毒來的 就是不知道現在甚至不知道這個病毒去到第幾個 generation 不知道 大陸又不公佈 世衛叫它公佈啊 但是結果它說 本來每天公佈的死亡數字 結果那個死亡數字呢 就補地棺材 你說棺材生產不切 就是那些走廊放在屍體 那它說死了一兩個 那你信不信 那現在維建委 不用了一個月才公佈一次 就是你鬥氣鬥到這樣 就是你跟全世界鬥氣了 現在是 這個不要緊 全世界你鬥氣 你直接從外面鬥氣就算了 就是你當你在機場在一個關口再不做PCR檢查的話 結果就只會一個 香港原來沒有染雞農的 那這些訊息 我國主香港領事館 收到了 那些訊息 那些訊息 就立刻拍回 拍回當地政府 而當地政府只會做一件事 封香港 這件事我前幾天前最擔心最擔心的 但是現在我不需要擔心 我相信呢 今天講完這個記者會呢 首當其衝的就是香港 就是我想在大陸說1月8日開關 開關就是我相信1月9日香港就開了 中港灣開了 它不驗這些什麼核酸檢查 入境不驗核酸檢查的話 結果就只可以是外國封香港關 連香港、澳門都封了 人家也要有道門封實的 因為三年前試過嘛 三年前就是這樣 三年前沒有封在香港 結果武漢爆了之後 你不出聲嘛 大陸不出聲嘛 接著就傳過來 接著就傳到外面 搞到外國 意大利、羅馬、倫敦全部封城嘛 接著去年年頭 一向上來我們要考慮與瘀毒病毒共存 英國、倫敦先行的嘛 羅里亨遜先行的嘛 就是大家是考記性的 真的很老實說 行先嘛 結果你當時是怎樣笑人呢 瘀病毒共存 不是我們考慮的嘛 盧寵博最出名的根本是瘀病毒共存 就是共父王全嘛 好了現在盧寵博死去哪裡了 今天不說喔 今天不說喔 沒有記者問喔 就是 你如果這樣去檢測的 就是相當 相當大的可能 就是外國政府是看你香港的嘛 香港最後一個測水分 它先限制了你香港的入境簽證 就是你香港的 好像日本現在做了啦 日本這種做法 在未來這幾天一定會全世界各地仿效 意大利也是這樣啦 只要去到米蘭而已嘛 相信美國英國啊 加拿大其他 澳洲啊 這些什麼 所謂最文明的地方 就一定一定落一落 落一落一層關卡 先不要說落閘 落一層關卡 你下來 總之你在香港 飛到那裡 好另外一條隊 你們排在這裡 全部醫院核酸 香港飛到意大利的班機 就是不讓你停Bitch 停在機場外面 就是那條醫療隊洗過去 然後找人擺一道車 然後在他擺一道車上面 跟他拖鼻 然後全部人在車上面 不要動著 兩三個小時之後 就看到結果出來了 才放人 如果一個不幸運 你是陽性的 做了陽性的 過不了關的 他就不會懸機遣返的 就將你隔離五天 喂 這些做法你說 哇這樣很離譜啊 為什麼不不不不 大陸不是一樣這樣做的 大陸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說過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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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會的嘛 每一個國家的領袖 一定是保護他們 人民的生命安全 為優先的嘛 必然的嘛 對不對 所以是無可避免的 這個 好了 你說到香港 現在香港呢 因為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一個問題 反問一下 其實呢 一出這些事 我經常都說 大家是考記者 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個疫苗 那時候 就是兩三年多 三年之前 當德國 美國那裡研發了這個BNT疫苗 BNT疫苗 上海復星醫藥廠 就立刻簽了亞洲區的代理 立刻簽了 德國這樣給了它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大陸是沒有BNT打的呢 那你簽來做什麼呢 就是你簽了疫苗 就是當時 看到嗎 台灣呢 就想賣BNT嘛 但是台灣不要 上海出的BNT嘛 要德國出的BNT 郭台銘親自去處理嘛 復星疫苗 一定要 不要上海生產那隻 因為上海生產那隻 寫了上海生產嘛 就是有個政治效果在裡面 去推過台灣那邊 因為這樣 民主黨政府就不理嘛 這件事當然 值得斟酌的 就是當時台灣呢 救人如救火 不要去理那些什麼 外圍政治問題 拿了藥回來 這樣就先救了 這件事 值得爭辯的 但是不是今天的主要問題 好了 你復星拿了回來幾年 這幾年你做什麼 為什麼大陸是沒有BNT疫苗 大陸人不能打BNT疫苗 因為要打國藥 因為要打科興嘛 好了 現在證明科興有沒有效呢 那不用我講了 大家看北方的奔儀行業 熱火朝天就知道有什麼事了 如果有效 就怎麼會爆成這樣呢 如果有效 為什麼香港說 哎 復星說的 說香港可以去注射疫苗 他沒有講多少錢 就已經不能這樣被人預約了 啊 如果科興有效 甚至香港的藍師經常說 哎我們科興 我們做國用國產 我們打科興 怎麼問不問 結果最後就打回阿福必太 BNT 是不是 就是 就是很多問題 解決不了 你上海簽了這麼多年 你簽你的目的就是難了台灣 以為可以難倒台灣 但是台灣 因為受到國際輿論壓力 就是德國的美國的BNT的廠 就跟德國聊天 直接在德國直接過台灣 就不在大陸過 不經大陸 因為民主黨政府站著硬硬的 不經大陸 好了 現在真是反問一下問題了 已經過去了兩年了 為什麼大陸是沒有BNT打的呢 好了 到現在剛剛開放 復星廠和香港 叫那些大陸人來香港打 又真的很奇怪 不可以在大陸打的嗎 為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在大陸打呢 好了 你說來香港打多少錢 現在我最初誤會了 說香港政府用錢 但是不是 是說私人溫排去打 打復必泰呢 一定要醫生打的 醫生 醫生 因為他要在低溫那裡溶解的 他零下七十度 不是個個家裡有這些設備 家裡更加不可以有設備 是專人的 一進去稀釋 一開測 稀釋那個環境一定是很低溫的 他這樣稀釋 要不然他NRMA營利是沒有作用的 就是打針當然是可以護士幫你打的 但是呢 你那個調配的過程裡面 一定有醫生在場 就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BNT 好了 好了 現在 你說來香港打 現在 不要忘記喔 是沒有了那個邊境的檢疫的嘛 剛剛已經說了嘛 你說如果邊境有檢疫 最初昨天說過的意思是說 邊境的檢疫呢 就是中港關的邊境就不做 機場繼續保留 結果今天肯定被人咬到韭菜啦 不愚蠢的事情不做 是不是呢 你應該是反過來 中港有關的那些在那裡做什麼 現在大陸正在爆的嘛 你現在正在爆的那個檢疫啦 剛剛這個常識來的啦 歐美那些爆完 那些可以放鬆一點 應該是這樣 你不是這樣反過來嘛 好了 現在兩邊都不做 全部不做 就是盤屁 你這樣說我嘛 好我們不做 不做的那些什麼效果呢 喂大陸來的 完全不用做這個核酸檢查的 他潛伏了在體內 落到來香港 嘻嘻嘻嘻嘻嘻這樣 傳開了 那怎麼辦呢 說之中間有變種 那怎麼辦呢 啊 香港的記者 如果有泰海社會的 就麻煩幫我買嘛 盧總謀 這樣在香港傳開的 怎麼辦呢 那個如何是好 就是我沒有 金冬眼醫生啊 和梁柱超醫生啊 這麼樂觀 哎呀 香港有七成人已經打了疫苗啦 就算爆也不會嚴重的 那你記住大家一樣東西 有一個原則 大陸現在是犯得非常之錯誤的 由原先 其中一個染病就馬上隔離 好像囚犯那樣 完全限制自由 好像廣州那個女人那樣 在外賣買外賣 就要你跪 打到你跪 跪在那兒 當眾跪在那兒 極盡羞辱的農事 那這些東西 我想這個疫苗過去之後呢 一定要追究 一定要追究 多少人是利用這個疫苗期間 是做了一些違法違紀的事 我覺得每一個都要追究 每一個都要追究 追究這些 當有一點權力在手的人 那種醜態 那種漏襲 這樣都是離譜 完全違法的 幹嘛盯著韓人的房子呢 結果新疆吉祥院 他就告訴你 慘死 那十幾條人命 慘死 打電話叫救命 我還記得那條片 打電話叫救命 然後活活燒死 他們有一個 他欠的是公道 那些死者欠著一個公道 無論這個公道是誰給他 一定要拿回公道 還有跪在那裡的長髮美女 那種不屈不撓 事實上證明誰對誰錯 大家老百姓心中有了 有了把尺 好了現在香港 我又真是一直這樣說 如果你邊境不檢疫的話 你BNT你說 下來打疫苗的話 麻煩 你在深圳灣那裡做 深圳灣很大 而且在大陸 深圳灣口岸 那個口岸關卡 其實是大陸 大陸那個蛇口那邊的 那裡救了地方 不是下來香港 不是不讓你下來 你下來 但是在那裡 核酸現在不用做嘛 但是你打針 安排在那裡打針 誰要打針 買退宵藥劇 就在那裡這樣解決 控制物價你就可以 對不對 你說好像以前那樣 武耀雞龍 又經羅湖 又經民感度 又經現在更多 聯同口岸 又有黃江啊 這樣的話 香港一定 必然爆到韭菜 而爆到韭菜的過程裡面 越來越多人染病的話 你就絕對會影響香港對外 對外的旅遊 就是那些 餓了幾年 想趁接下來這個新年 放多幾天假 出去日本啊 泰國啊 東南亞 台灣啊 去玩那些 我想 你們可能真的有心理 要拖多年 拖多年 你問我 我就非常不樂觀的 非常不樂觀 因為 現在最主要是 沒有人相信你大陸的數字 是全世界沒有人相信的 因為你自己 當很多片 因為現在跟以前的環境不同 現在每個人有沒有手機這樣一看 看到根本 大陸現在是 什麼情況 結果大陸說 我看到一兩個而已 但是現在看到對屍如山 為什麼會有什麼情況呢 都不知道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原因就是 現在的大陸的殯儀館 有一件事很PK的 你的親屬過身 你來殯儀館 火化了屍體 就是已經外傳傳出來 就是那些爐不夠用的屍體太多 是幾具屍體一起燒 燒完之後大家分灰 就是撈亂骨頭 講到我難聽一點 撈完了 骨灰 所以現在這個什麼階段 我真是 無需要擺什麼靈毀了 你這樣 你不如就 江澤民學周恩來這樣 撒灰 撒落大海也好 撒落一個田地 中華大地田地也好 甚至你撒落 那些什麼靈灰 種植啊種棵樹啊那些 是沒有分別了 已經是撈亂了 撈亂了 第二 那些殯儀館 為什麼這麼少人死亡呢 這個數字 原來 那些醫生 在那些殯儀館 進去死亡原因那裡 不可以死在新冠 那些死者的家屬 不可以接受外國媒體的訪問 不可以在殯儀館 在醫院的殮房門樓 那樣去拍任何東西 就是很多限制 很多限令 用這種方式 告訴你 喂不是喔 實際數字 是有很多人死 但是他不是死於新冠的 那你信不信啊 那你信不信啊 啊 就是大躍進的 某產43萬斤 一樣有什麼道理 那一個假消息 不讓人去對外說 控制著這個資訊來源 就告訴全世界 我們哪有死人呢 我們昨天也死了兩個人 但是人人陷世界看到 哇 你這樣燒屍 在上海還在小區門口 鐵閘那裡燒 這些都不能走的嘛 就是你到今天這樣 用回三十幾年前原木那套 天安門沒有死過一個人 死了啊 有二十三個都是解放軍的 就是你還說這些 今時今日的電話是多方便 是拍了一片很容易流出來的 就是這些謊言兩者 兩者被人捉穿的 但是他又樂此不疲 包括毛鶞今天還說 他管了奉義政策 當機立斷話 鬆就鬆 就是非常英明神武 那就先立此傳召 就是 當他全世界都非常擔憂 你又不公佈過疫情 是這樣 你一天到刻 總之你不要查 我說的話你就要相信 不要問只要相信 這種近乎於宗教狂熱式的 對外宣示 大家人家看到的 指揮兩字更加不相信你 你不要說別人歧視你 就算人家真的歧視你 都是你自己一手做事 那你沒事的 你大陸真的沒有你 你說怎樣怎樣 人家現在OK 不看大陸 看你香港 由香港出發 由香港那裡看回 究竟這一波 大陸人或者香港人 就是當你開關之後 香港人出去外面 你在香港不敢公佈 就知道你爐草某些不敢公佈 就沒問題 你香港人敢喜歡旅遊 你一出到外面 一驗核書一看 你這隻病毒變了種味 去到哪一個階段 哪一個階段 人家就有殺 有殺的資料 所以說 這一波這樣去全面開放 當然開放 其實有些 香港有些查醫生 就說 喂 外國都有很多病毒 你爲什麽只怕大陸那隻病毒 外國 歐洲 歐美都有很多病毒 很多人都有人死 爲什麽你們不怕 你歧視 又說這些 我們就首先 真的沒有歧視 真的很老實 但是爲什麽那些人呢 去歐美呢 就算中了招 不是這麽害怕 而在大陸那裏 就是中了大陸的病毒 是這麽害怕 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而已 在歐美我中了病毒的話 我有粒藥可以治 我記得西韋啊 我一粒藥 Moderna 都有藥可以治我 但是在大陸呢 我如果不是幹部 我不是雄二代 我不是軍工教人員 我不是中黨愛國那些人 我想找一粒退消藥都沒有找到 不要說去找一粒 醫到我 新冠肺炎那隻藥 Sorry 新冠感冒那隻藥 你改個名字是沒有意思的 這些這樣突出的病例 就好像黑暗中的營火蟲一樣 是人都會記得的 簡單一點是武漢肺炎 要是從武漢那裡講起的嘛 現在這個情況 去回到三年前 三年前呢 這三年呢 在國內 犧牲了經濟 犧牲了個人的 啊啊啊啊啊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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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 的自由 換回來的 就是與病毒共存 那三年前應該早就做啦 这三年来你封锁人民 限制人民的自由 你的目的在哪里呢 难道外界所说的 为了二十大一个人的登基 我不相信 不是这样 为什么是为了一个人 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是一人 大佬这三年来所有中国人是为一个人去做事 不是这样我不信的 我觉得外面那些忘华之心的传媒乱说 这些是匪夷所思的事 二十世纪是不是 更加匪夷所思的事 大佬现在这样的情况 待会我们再说 会有什么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是一定会有 必然会有 因为整件事由这个点极度封控 到极度放开 这种自打嘴巴式的防疫政策的话呢 是对这个管治集团 包括习近平本人呢 是相当大的挑战 相当大相当大的挑战 因为你现在做的事 和你之前一直否定的事 是完全背道而似的 你有一个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完全是矛盾 就是 就算老百姓不质问你 为你的对价 都乘机利用这些东西来咬你 是不是 就是 所以说 这个星期日呢 我找完风水浩 一起来做一个这样的节目 就和大家谈谈 喂 究竟阿札 未来这个2023年 这个黑套年 那会不会有什么 风起云涌的事 爆发你 这个也说不定 在这里 优优独播松 Guan 熊 里面